连日来受疫情影响 口罩、酒精、防护服等防护物资成了抢手货 南宁腾科宝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广西唯一一家具有防护服生产资质的企业 近日,记者前往该公司探访 当日,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 40多名工人在缝纫机前有条不紊的制作防护服 一套套防护服从流水线上制作完工后 等待杀菌、消毒、包装 我们的第一批隔离衣,6万8千套 已经送到政府指定的战略储备仓库 防护服生产企业总经理雷珍介绍 一次性防护服抗渗透性能好 可有效隔离病毒病菌 但每次只能使用6小时 医务人员脱下后便不能重复使用 目前需求量非常大 疫情爆发后,该公司在大年初一就复工 加班加点生产 目前日产量可达2000多套 因为这个防护服它除了车缝 它还有一个四合扣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艺就是压胶条 它那个压胶条的就是要把 那个我们衣服上面所有的针眼 全部给封死了 这样子的话,那个细菌、血液 那种病毒是穿透不过衣服去的 我们那个防护服是有防护膜的 防护膜的同时它自己是有透气功能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针眼用胶条把它封死了 所以这衣服工艺是比较复杂 复工过程中,雷震遇到的最大难题 便是人手不足和原材料供应紧缺 过年期间,雷震为把返向的工人们找回来 从除夕到大年初五 他给员工们一个个打电话 半年的同时努力做思想工作 动员他们返岗 与此同时,在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帮助下 发布招工启示 招募工人进行培训 参与生产 为了扩大防护服的产能 以及保障原材料的供应 春节期间,腾科宝地公司采购部门全员出动 到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抢购机器和原料 目前,首批200吨防护服原料顺利签订 部分原材料通过专车、航空等物流方式运抵厂区 但是,随着医院收治病人的增多 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 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 如今已经涨到原来的3到5倍 一直都在外面抢原料 因为广西本身这种原料厂没有 我们都是在全国各省 它在全国各省辗转地去 抢先地去购买材料 因为这原材料一直在飞涨 雷仁表示 为保障阴线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护服使用 公司已预定20套新设备 并将克服困难保障原料供应 下一步将继续努力 做好生产计划 争取产能扩大一倍以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